不要放棄民主自由 今天這是我們做人的基本應該有的事 我是民間人權陣線的趙習文陳浩媛 今年是25歲 2019年11日 當時我們是國人身份發起遊行 被控了四條罪 因為我們看到刑期太高 而且你也不能打 既然是這樣不如我們認罪 當我坐牢的時候 民陣是會繼續運作的 但當它取締時我們便不能運作 民陣的未來便可言 但仍有成員團體 民陣是不同的民間團體 政黨 工會 宗教團體 同志團體 一起成立的平台 而這19年來民陣主要的工作 都是提倡平權 人權的工作 或者是政制的發展 當然還有很多民生的東西 那些貼一下示威牌便算了 即是你出一下示威便算了 去到2020年 就因為岑子已經做了兩屆 所以不能再做 如果我離開了 相反而就沒有人知道 秘書處的運作是怎樣 如何繼續跟其他組織合作 所以我當時選擇了做召集人 V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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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開始我們都不覺得有事 但到了一個位置就是 他們告這個所謂47人案 即是初選,就是國安法 再加上三月的時候 太多消息傳說民陣會被取締 會被控國安法 所以很多團體都退出了 或者很多庫召或秘書處的人都退出了 最後就變成了秘書處我 我就想到民陣的去留問題 究竟怎麼搞呢 想了很久怎樣搞 但很快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繼續留任 以及繼續不解散民陣 直到他取締我為止 我們當時就覺得很詫異 原因是什麼呢 一 為什麼你會在19年來都沒有質疑過民陣 是違反社團條例 你也沒有質疑過民陣是非法社團 但到今年你才去質疑呢 其實民陣和警方過去 就算去反沙力運動都好 都會去合作 舉辦一個遊行 他們都會稱讚我們民陣是一個很好的合作伙伴 當你去取締民陣的時候 以後誰還會和警方合作呢 當你去沒有了一個渠道的時候 你去自己斬斷了渠道的時候 萬一民怨即日都很厲害 市民上街的時候 會有大型的社會運動爆發 而且那時可能就會有武力的衝突 這些是 我覺得警方需要考慮 政權也需要考慮的事情 我今天的行程就是不停地吃飯 為甚麼呢 因為太多人覺得我會坐 有一大段時間就會不見了 所以就要不停約我吃飯了 現在我們一人有一間黃店的時間 看到那個壯官場面 這裡我都說了一個社運人士的食堂 社運食堂 4月的時候有很多工作 我是沒有特別去理傳媒的專訪 但是我感覺就是 你不做之後都沒有做 所以就盡力去做這個專訪 第二件事就是探監 第三件事就是寫信 第三件事就是安排我自己坐牢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書 我打算看一些緬甸的民主抗爭運動的歷史 上庭我就準備好了所有東西 我趁遲準備好了 如果它能夠處理就應該還壓 但是如果處理不到的 我就壓口 這條路應該怎麼走呢 就是靠人走出來 首先有人先 所以就不要經常說移民 也不要經常說要被水 甚至化整為靈離開香港 有人堅持才有希望 和平示威無罪 和平示威無罪 5.1 我又覺得要對團體 對群眾是有信心的 當初我很記得 2019年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的反修例遊行 一萬人 大家說不要搞 沒有民氣的 搞到十三萬的時候 大家就不出聲 然後再去搞 繼續搞下去 一百萬 二百萬 你要相信群眾會突然出來 你說是 沒錯 現在有法例的 一個所謂國安法 沒錯 的確有很多人二萬離開 亦都有很多人坐牢 你的人數必然是少了 但是 我又不覺得 香港人會完全不出來 自己看 有話題 好 他說 在玩樂 翻 Ale 為何 好 掃 你 這個 就是 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